少管我重出江湖 说到网上那么多的建议跟词条 周深直接三个字写决 少管我 排面排面 这必须得给个排面 时间就远到 我已经记不起 上一次的少管我 是在什么时候了 怕你飞远去 怕你离我而去 更怕你 周深 少管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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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哪儿都是闲眼猫 不不不 应该是到哪儿都是小可爱 上个节目 没有人是不喜欢周深的 反应快 更还多 大哥孙男向外接受周深时 手推劲搞笑 周深太搞笑了 周深到了这一组来之后 我跟你说 他的搞笑天分 或者他的灵活激动 我最后被承认的是 搞笑天分 而不是唱歌 双赢 唱歌是毋庸置疑的 而大家韩红 一想到节目结束后 见不到他就舍不得 深深 我跟你说真的 节目结束了 我都会想你的 你看看 真好玩的 小坏蛋 是的 很好玩 甚至看深深不息的嘉宾Vlog 真的是处处都能看到周深的身影 跟前辈聊歌 跟哥哥弟弟走活 就连平常开了静音的陈主声 见面都要逗周深两句 昨天深歌大半夜才到 一点到 真是 那不就是因为等你 屁屁 等你等了很久 告诉你周深 屁屁 昨天大家等你等得很晚 屁屁 谁懂啊 别人上节目是挣钱 而周深上节目 是一边吃瓜一边挣钱 后台跟陈主声 听胡彦斌讲故事时 两人一边可瓜子 一边讨论的模样 真的有种村口老太太的感觉了 刘亚辉没那么早啊 我觉得05年我排除亚轩 明明老师刘亚在打柳的工作的时候 什么叫打柳 真是人家一起这么有名的 感觉没起头发的感觉 只是有硬一点我是万万没想到哈 刚开始来的时候有多拘捷 现在混熟了就多活泼了 没真人秀环节 没素材了 王苏龙 来咱们仨给节目组整点 这期没有真人秀咱俩多搞点笑 给什么的一些素材吧 不要累了 那有的是一本正经期来做效果的 我们来做效果吧 来 开始搞笑 你先搞一个 你先搞一个 好好笑 碰到你了 咱就说你们仨就整活吧 谁整得过你们仨呀 录一趟节目 承包整件小点 洗杯子三兄弟 整活三兄弟 最主要的 那还得是互坑才兄弟 节目上坑到节目下的那种 让人家隆隆 多会说话 你看看人家你才是该坐在长辈最上的 是吗 是吗 现在往这边这儿 你得往这儿 你多要坐那么一小点 好 对 好 把那个留给你行吗 这是 知道你愿意像主桌 来吧 你又开始吗 南哥懂你 好家伙啊 听到坐主桌 坐南哥腿上 我一下子就想到小宋的采访了 声哥跟龙哥做主位 因为他们辈分很高 然后他们把华语乐坛带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不行 他们应该站桌子上吃 当时周深的反击 就是让小宋坐南哥腿上 这一次可谓是贴脸开大呀 主要南哥也很是上当 直接跟弟弟们一起斗小宋 南哥他说他想坐那儿 你干嘛 圈圈 坐中间 我坐你旁边 来 没事 上 没事 没事 有句话怎么说来着 这一半有点没意思 去玩会小宋嘛 作为整个节目组年纪最小的弟弟 孙亚轩那是一整个汉流加倍 那你要赌唱了 你为什么要给我赌唱 他们跟我们说是你想要赌唱 你想要赌 啥啦 谁说呢 他们说的 他们也搞我 他们也坑我 我真的要被小宋笑死了 从刚开始的两个哥哥都笑死了 到现在成为哥哥们的玩具 甚至翻一翻节目组放的宋亚轩名场面 小时候的考古 陶狼舞啊 吊头套啊 看得出来 后期对小宋也是有点拼爱了 说到名场面 我们亚轩的名场面确实很多 那今天就再给大家带来一遍 亚轩带来的螳螂 螳螂拨过一次了 那我们就带来吊头套吧 帮帮我 我再苦再累我也活着呀 放手 别讲没规矩 鬼案 大人说的那句话是没错的 家里没个小孩 还真有点无聊 你吵吵韩红跟孙楠 直接因为瑟尔轩吵起来了 你们葫芦队你是队长 我宣保在你队 我随时收回来 在舞台上宣宣不练歌 说宣宣怎么怎么样 你宣宣天天练歌 练得都发烧了 谁说练得发烧 你根本就没有心疼他 你静胡说 两位不必因为我儿潮起来 这架势是要把孙楠轩吓死的节奏 来自哥哥姐姐沉重的爱 听到韩红说 孙楠轩傻笑不让他碰 自男在台下 那是直接护肚子 男哥不累了 烹怎么不行了 男哥 男哥怎么办 我就是下来 不跟他在这站一块 男哥 当然看得出来 这都是开玩笑啦 跟孙楠轩合作 写了一页钢琴谱的韩红 对他的宣宝那还是很喜欢低 只是小宋面对前辈 还是有点紧张害羞的 你瞧瞧 他面对六哥周深就不一样了 要有说被孙楠轩坑的 那估计就输周深了 甚至在哥哥们了解微博之夜时 孙楠轩都学会茶言茶语了 夸六哥和朗朗 两位大神的表演 成功迎来周深一季白眼 没能管下他 只是没想到 最后告状的时候 一个也没帮周深 甚至到男哥这还成了公围 男哥他们欺负我 没有我听到是他在公围你 对啊 我在公围你 是啊 难道公围也要被说成公鸡吗 瞅瞅小宋的可怜样子 哎呦 风水轮流转 这次可算是轮到我升哥了哈 气得都要霸露了 行吧 最后两期我就不露了 我现在是明白 为啥大家都喜欢葫芦奇兄弟了 别说周深 翁苏龙 算要宣之几个小的 你看看孙楠古鸡鸡 陈楚生 还有胡彦斌这几个大哥 那搞笑起来也是蛮搞笑的 尤其是男哥 虽然跟弟弟们不在同一个频道 但却次次车中弟弟们的笑点 刚才那是谁的歌 我们团的歌 我们团的歌 你们什么团 时代少年团 时代少年团 对 现在还在吗 人家现役呢 现役男团 只是有个大问题哈 就是说到他们和聊天好笑 孙楠好像一点也没觉得 可能也是有代沟吧 但其实真的很有趣啊男哥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不知道他们有没有抽中你的笑点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一块儿你求求你了 去 小宗 你可能要拍到上路的 小宗上来 让我拍到上路 你出去 我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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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来 我们俩屁股都没坐在沙巴上 我们俩的屁股都没坐在沙巴上 好怂 好烫